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被我爸接回去之后 就一直这样了 佳佳 我没事的 都已经熬过去了不是吗 我现在有自己的工作 自己的人生 我们佳佳 值得拥有这世界上最好的一切 所以你知道 我当初为什么会那么喜欢你吗 因为在我十六岁生日那天 在那家书店 你给我递了纸巾 后来还帮我擦了眼泪 夕阳的光照在你身上 你全身都在发光 我当时满脑子都在想 你一定是那个上天派来救我的人 要是能跟你在一起 一定是一件很幸福很幸福的事情 虽然 那后面事实证明 确实是我一厢情愿了 为什么 我 Had to go 是 你这儿是在家 想想你 我东西 我怎么就是 你怎么会 你atu 你怎么玩 你怎么看 你就是想你 你说怎么看 我怎么看 你儿子 你不要 我好想想你 结果 糟话诺人 不小心又和你搞到一起去了 现在还没找到新的生活目标呢 佳佳 别哭 我哪有 我能亲亲你吗 你想亲就亲呗 对不起 你说哪文字对不起 你不喜欢我而已 这事又不能怪你 不是的 佳佳 我真的很庆幸 庆幸你还在 对不起 由高牧与同名原著改编 晝英文化工作室制作出品 漫播APP独家播出 每周二更新连在的 全一集欢脱杀雕 追齐火葬场广播剧 久幸以后和债主结婚了 全体制作成员 欢迎你的收听 欢迎你的收听 林先生 有客人来了 我这就来 找少江宇的吧 要不要给他发个微信 告诉他一下 你好 就是你跟江江哥哥结婚了 还真的有人叫他江江啊 跟我在这儿装傻是吧 我叫李牧娃 和江江哥哥青梅竹马 一起长大 那你们同岁吧 这么说的话 你应该比我大一点 好小子 丑风我年纪大 不能轻敌 我认识你 高中的时候 你总到我们班门口 死缠烂打的赌江江哥哥 但是他并不理你 对吧 我直接把话说清楚 我们双方的家长 是希望我们两个结婚的 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 是是是 我明白 小样 看我怎么拿捏住你 我也能感觉到 他家里不太支持他和我结婚的事 但李小姐你听我讲 我发誓我现在真没死缠烂打 我俩现阶段属于是凑合着过 还算家庭和睦 他有时想跟我离婚 我也是同意的 这这台字不对啊 谁拿错剧本了 我说的都是真的 我其实认识你 高中的时候就经常见到你和他出入成双成对的 真的很般配 这不对啊 你就这么轻易地放弃了 原来还有我说不的戏份吧 当然啊 拜托啊 那可是我江江哥哥啊 你不是非常喜欢他吗 现在说不要就不要了 奶奶就这么变心啊 可你们不是 江江 我回来了 上班辛苦了 正好有 今天路过恩使忆中 给你买了学校食堂的尖角 木婉 还没来得及说 李小姐来找你了 你不是没在吗 我就出来打个招呼 刚刚我和李木婉小姐 正在友好的交谈 没错 是这样的 我爸让你过来的 不是 我只是从少叔叔那听说你擅自结婚了 过来看看到底什么情况 果然非常当对 就是说 只有这样的仙女才配得上 佳佳 你先放手 不早了 佳佳陪我 送一下李小姐吧 江江哥哥 他不是高中那个天天追着你 要跟你谈恋爱的学弟吗 你不是不喜欢他吗 他现在不追了 我喜欢死了 可我还是不明 等等 等一下 喂 学弟 你大学不会是在江市读的吧 是 我高三转到江大附中以后 只剩了江大 懂了 那你赢了 我走了 你们百年好合 我赢哪了 应该是 学历吧 编也 请你编个像样的理由好吗 我也不知道 可能是他 忽然间发现你漂亮又可爱 他往沉默迹 你还编 没编 这是我对我的奥米加真正的赞美 你确实漂亮又可爱 行了 行了 吃简饺吧 已经很多年没吃到这个味道了 他们家的生意还是那么好吗 当初可是每次铃声一响就往食堂冲 拿出百米冲刺的镜头 才勉强排上前面的位置 要是去晚了 对得排半个小时呢 阿姨 又是你啊 小伙子 一份尖角 带走 好嘞 马上给你装好 谢谢啊 大食堂的尖角 新鲜出炉的 还热乎着呢 你尝尝 吃过了 哦 那只好便宜我自己了 等一下 就坐这儿吃吧 好啊 喝点水 怎么跑得满头大汗 好吃 所以到底是为什么呢 什么 明明明那个时候不像是讨厌我的样子啊 可后来为什么要说那种话 哦 没什么 你喂我一个 不要 就一个 你不是不稀罕吃吗 稀罕的 就我一个好不好 嗯 是 稍晚点 你跟设计部门沟通一下 看能不能在新季度开始前优化好 之前的包装太过板正 已经不在年轻人的审美范围内了 好的 Boss 这些资料记得发下去 通知各部门下午三点开会 嘱咐好他们 开会内容一定要精简到位 再有车估的话来回说 打官枪严重地发引人犯这些毛病 直接敲打 不用估计给不给他留面子 明白 嗯 好了 我这儿没别的事了 你去忙吧 好嘞 我朋友前段时间开了一间酒吧 我因为身体原因一直没能去捧场 最近这几天感觉没什么大事了 所以准备去他开的酒吧看看 你不用来公司叫我回家了 那五酒精的 那五酒精的 换一个 你小子又不戒酒了 怎么 结了婚就不怕酒后乱性了 现在乱不乱 已经跟我喝不喝酒关系不大了 什么 那个邵江宇这么亲手 他天天那个你 不是 不是 你小点声 不算酒后那一次 结婚到现在 就 两次 第一次是为了安抚我 第二次也是为了安抚 你学人家鲁迅先生写什么文章 门前有两棵树 一棵是枣树 另一棵也是枣树 哎呀不是 我就是觉得 第二次好像 没那么有必要 我当时没感觉身体不舒服 不需要安抚 他说是为了预防我不舒服 也可能是我想多了 但我总感觉他那次就是 单纯的想 想和我那个 客观来看 他是个血气方刚的二法 你又这么好看 他缠你身子也正常 尝到冰茶 那主观来看呢 诡计多端 色难包天 以他的姿色 我好像以这样便宜了 你呀 又被他吃得死死的 好喝 你再给我一杯 先说好啊 仅限今天晚上 让你喝个够 其实我真的害怕了 我从来没有看懂过他 当初他就是这样 总是在一些细节上 给我一种 他好像也不是 不喜欢我的错觉 他是允许我 留在他身边的 这样忽冷忽热忽远忽近 嘴上说着不喜欢 可又给了我 一点又一点 小小的希望 到最后又突然翻脸 真是太客气了 可就算是这样 我怎么还是喜欢他呀 没救了 没救了 他现在对我好 我真的怕死了 我怕我又跟当初一样 在我越来越喜欢他的时候 他突然给我致命一击 有心傻 算一次就够了 桃花圆酒吧 就是这家了 少江雨 大王八蛋 王八蛋 还是大的 他刚刚喝多了几杯鸡尾酒 咱们聊聊 改天吧 我要先带他回去 耽误不了多久 来一根吗 我不仇言 我是尔家两年的高中同桌 你可能认识我 也可能不认识我 我知道你 你是家家为数不多的朋友 少江雨 少江雨 我现在其实一点都不相信 你对尔家是真心的 但是我知道 尔家是百分之一万的真心对你 他喜欢你 就像是有饮食的 借了这么多年 结果一见到你 全白费 你就算不喜欢他 起码不能辜负他 你明白吗 你都要了他的全部了 他也死心他地的都给你了 少江雨 你不能对不起他 你不能对不起他 怎么不好好躺着啊 我想要抱抱 好 我还以为你又不要我了 我要 那就好 我去跟你写情书 谢谢 蜂蜜水放这儿啊 现在还不能给你看 好好我不看 你先把蜂蜜水喝了好不好 喝蜂蜜水 你不能偷卡 好 我喝完了 我抱你回去 情书我还没写完呢 那就慢慢写 不着急 睡吧 少江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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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刚给你飞回去的纸飞机 你打开看看 我用了两个自习课的时间 写了满满一张你的名字呢 教官宇 幼稚 你可说好了 佳佳 我可真该死啊 请 老师 您要的文件我拿过来了 辛苦 你交接一下手上的工作给陈助理 明天跟我出一趟餐 大概要一周 是上次僵士的那个项目吗 好的 老师 咱们上季度同时推出三款系列产品的代言人 最近一直在联系我们 说想见见您 看能不能进行深度合作 比如作为咱们产品的品牌形象大使之类的 代言人是谁 叫祝格然 是星岳经济传媒底下的艺人 国民好感都很高 再加上出道后主演的几部影视剧 反响都很不错 所以当初选定了他合作 只是不知道为什么 最近这段时间他好像有点沉寂 让他们跟销售部对见 他自己都还是别人手底下签约的艺人 想做我们品牌的形象大使 让他老板亲自过来跟我谈 明白 出差 对 去江市 要多久啊 一周 这么久啊 嗯 切好了 谢谢 不要说谢谢 不要说谢谢 这是应该的 嗯 整整一周啊 嗯 我会尽快处理完那边的工作 回来陪你的 不是不是 不是不是 我没有要耽误你工作的意思 嗯 就是 随便问问 我知道 是我迫不及待地想回来 陪我的欧米格 哎呀 吃牛排吃牛排 一会儿回去了 我帮你收拾行李 好 啊 充电宝 前包换洗的衣服 笔记本 电脑 商务包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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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吓我一跳 抱歉 只是很开心 你帮我收拾这些东西 哎呀 你一打岔 我忘记刚刚检查到哪了 已经很齐全了 只差一样东西 哎 有什么事我没想到的吗 想把你也带走 又闹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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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佳 嗯 你先放 我会很想你 我 我也会很想你吧 啊 哎 哎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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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知道少江宇现在在干嘛 林老师 中午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去吃饭呀 不用了 我点好了外卖 啊 少江宇中午会吃什么呢 嗯 嗯 想要吗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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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虎狼之词啊 才大半天的 这 这 这道餐具 把橙子元素融合得很好 每一个都很漂亮 什么嘛 原来是在说餐具 嗯 嗯 好看 想要 买好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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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俩 对 ень 明读 嗯 你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